蜀雞 蜀雞的朋友 蜀雞鳳凰 你的蜀雞如果名字第二個字裡面有紅的 有玉有竹還有影的話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來看男生的蜀雞的家 這個字裡面不是紅 因為金雞獨立對不對 所以雞喜歡金雞獨立代表這個雞的能量很強 那如果說他摺住了是不是準備上什麼 太出場了 就摺住了腳摺住了 所以紅這個字裡面代表你的中間的字是有紅屬雞的 代表在感情的桃花上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了解 那玉這個字裡面因為在我們的姓名也有肉之根 也有兔子的字根 我們剛才講的月之部首竟然有兔子 有蚕蛾有兔子對不對 那雞跟兔子是行客的喔 那既然行客在情感上有時候就會不順心 在桃花上在整個過程當中你想 我為什麼沒有桃花 我為什麼桃花這麼少 我為什麼沒有遇到一個好的對象 因為你的中間字剛好是玉啊 有喔 對不對 那竹 你看我們看竹跟銀 竹在我們的姓名學跟銀上面有兩把火嘛 對 那雞的五行它屬金 所以火會來克金 既然火克金代表 如果說我們能講有錢是因果的話 既然火來克金 那代表你遇到的男孩子你就是欠他的 蛤 好慘喔 所以說有時候在感情上桃花上如果要遇到桃花的時候還要去謹慎喔 如果說你的名字是屬雞 剛好你名字有竹跟銀的時候要稍微小心因為火會克金 代表情感跟桃花會讓你受傷喔 那我們來看狗 屬狗的囉 來 屬狗的先粉 你的第二個字如果有成還有龍或者是銀還有鈴 哎呦 鈴又出現了 OK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有蛇就不錯 蛇就不錯 蛇就不錯 那狗不喜歡有龍的字根 因為陳 陳叫做陳虛正聰 所以說他不喜歡有陳的字根 所以說你名字 紫蘇狗名字中間有陳的話 日又天狗咬日 在情感上在桃花上 你招惹過來的愛情就不會那麼的順遂 這龍下面不是一個火木嗎有沒有 對 木在我們的情感宮 那狗的五行屬土代金 金會來克木 那既然金克木 代表你追求的愛情 你掌握到愛情 你抓住的愛情 到最後這個桃花會覺得 欸為什麼我想要去追求我的桃花而追不到 因為它克走了 因為你的原神在克 你的情感宮的這個木 金克木 好 那我們來看癮喔 癮是看被的字根 這個被 那被在我們細明學裡面有龍的字根 那龍跟狗它行克 那既然是行克的話 也代表在情感上 你有剪不斷裡還亂的格局喔 什麼叫剪不斷裡還亂 就是明明我這個桃花來了 我要追求一個桃花 桃花來了想要放開 它是放不開的 它有果斷失聯的感覺 真的喔 對 所以癮如果要狗的話 在情感上在桃花上要稍微謹慎 好的 好的 那林 有一隻雞 雞有沒有 雞就是雞 雞 金雞欲全 淚雙流 哎呦 這個桃花會流淚 會人家受傷而流眼淚 會傷心 既然它得好 可是它又失去了 那對我那麼好 為什麼要離開我 那對我那麼好 為什麼還要認識別的女孩子 是 所以說金雞欲全 淚雙流 所以屬狗的 不要有羽毛的字根 那這個頂就是羽毛喔 要小心 好囉 來壓軸啦 屬豬的朋友囉 屬豬的仙粉 如果你的第二個字有 麥 然後有幼 哦幼又出現了 還有靈 人字旁的靈 還有吸 這四個字的話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 豬 你看喔 這十個字根 在我們的豬叫做 琴客的格局 是害正聰 因為它有蛇跟豬 所以中間有賣的話 那你的感情就不好 所以取名指標有賣屬豬的時候 哦 那個幼也是四字邊 對 好 那豬也是要被斬殺的 所以人的自根 或者令的自根 也會讓你的感情受困喔 好 好 吸這個字裡面有叉叉 對 叉叉 那叉叉 你看豬被要去送的 竹宰長的時候要綁起來 好可憐 所以說感情裡面 你會付出的很多的感情 跟你的桃花 那你信過來的人量裡面 會容易有愛情跟桃花受苦喔 了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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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